兔子姐姐 动物们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这件衣服真难看 我才不要穿这件衣服呢 我想要一件漂亮的衣服 兔子姐姐遇到了青蛙 这件绿绿的衣服好好看呀 小青蛙 可以把你的衣服借给我吗 我的皮肤就是我的衣服 它可以辅助呼吸 还可以保护自己 原来青蛙的衣服可以帮助它呼吸 太了不起了 那我该找谁借衣服呢 兔子姐姐遇到了臭用 这件毛茸茸的衣服也很不错嘛 嗨 臭用 可以把你的衣服借给我吗 哦 当然可以 啊 她愿意借给我她的衣服 只要你不嫌臭 还是算了吧 我还是想要香香的衣服 兔子姐姐遇到了海豹 嗨 海豹 可以把你光溜溜的衣服借给我吗 那可不是光溜溜的 我的短毛就是我的衣服 它可以减轻我在水中的阻力呢 啊 那海豹在水里一定游得飞快咯 快给海豹点个赞吧 嗯 那我该找谁借衣服呢 兔子姐姐遇到了树兰 哦 嘿 树兰 可以把你好玩的衣服借给我吗 我的皮肤就是我的衣服 呃 它是我的保护色 哦 原来树兰的衣服可以保护它 看来是不能借给我了 那我该找谁借衣服呢 兔子姐姐遇到了绵羊 嘿 小绵羊 可以把你的衣服借给我吗 嘿嘿嘿 当然可以 啊 借到了 你可以用我的毛 做成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衣服 太棒了 我终于借到漂亮的衣服了 快给我漂亮的衣服点个赞吧 请看下一集 一个 你看看 自己的衣服 你会用很赔的